HELLO 大家好,我是Venon 今天也要繼續來玩這個超市模擬器 目前我們的店家經過我的一番努力 總算是...還算是...有模有樣有沒有 目前就是商品都堆滿了 然後我現在也有了一定的金錢 省能想像我們上次還只是一個只有50塊的窮光蛋對不對 那總之我們目前應該是可以繼續照著進度走 現在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把我們的商店擴大了有沒有 我們先來看一下要怎麼擴 喔,成長這邊有 區域有沒有,我們可以花3、8、50塊直接擴大我們的商店 那就沒什麼好講了,直接擴大 這樣子有嗎? 喔? 哇哦,各位 空間魔術師是嗎? 原本是不是只有這樣子啊? 這樣子而已 它現在是不是往外擴一點啊? 哇,原來空間是可以這樣拓展的嗎? 現在就是把人家家就是房子買下來是不是? OK,沒關係 然後我們現在是沒有任務了是不是? 我發現我們的任務沒了 OK,沒有任務也沒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就是買一些執照啊 或者是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買 我覺得我們的這個冰箱可以再買一個好不好? 冰箱和架子可以再各買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產品其實蠻多的嘛 來看一下,這個冰箱放這裡 好像還行喔對不對? 然後架子就給它擺這邊 如何如何,我覺得非常完美了嗎? 我真的覺得很棒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空間喔 只是我現在就沒有那個... 錢可以做這些事情 我先想辦法把這個櫃子也填滿好了 總之先隨便買一些產品好了 先隨便買一些產品來填 我只能說啊,這個遊戲就是... 漫長的這個捕獲人生啊 OK,觀眾我們稍微花了你時間 總是把我們這個產品備齊 然後我現在想... 因為我有點強迫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有點不太舒服 不過算了,我們先營業一天 然後讓這顧客把產品清空之後 我再慢慢調整好了 總之...來,我們開始開店啦 欸,開店變在這邊了 然後我這邊還有就是多的這種... 貨物喔 就是我現在學會一個東西 我們買東西有沒有 貨必須要備多一點 這樣子呢,就是... 客人買完東西之後我們可以... 直接補有沒有 直接補不上 欸,然後怎麼都沒客人啊 喔,有客人來了 第一個客人是這個... 穿著清涼的小姐有沒有 我敢說,她一定啊 非常的...有錢,好不好 穿很少的都特別有錢啊 她一定是可以... 把我的貨架上的商品一掃而空的啊 看一下看一下,一個 買了一個紅茶,買了一個咖啡 然後呢 買了一盒雞蛋 哇,她真的是...很貴挑產品 我這邊產品很多啊,你慢慢選啊 慢慢選 如何如何如何 喔,她來結帳 還行啦 果然...還算有錢啦 哇,然後這個先生怎樣 她買好多東西喔 我發現後面的... 顧客有沒有 他們都...很有錢 有沒有,都一次買好多東西喔 這個就是讓我賺翻的,你知道嗎 真希望每天都會這樣子 真希望我現實也能夠開一家超商 然後這樣子一直賺錢啊 好爽喔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邊看著貨架上的東西 有沒有,慢慢的被掃空 哇,實在是太舒服了 唉唷,這個男生 買了很多這個衛生紙 沒有,這不是衛生紙啊 這是那個麵粉 欸,說到這邊好像只有食品是不是 他沒有賣一些什麼 日用品之類的嗎 哇,你們買好多東西喔 喜歡做菜喔你 哇,各位 這個應該是我目前最賺的了吧 他買好多東西喔 52塊 哇,然後我發現我的 後架上的產品怎麼感覺都沒有少 怎麼會這樣子 欸,他還跟我說我沒有起司 我起司是買完了 好,我只能說不好意思啊 先...先在這邊補個水 找不到起司也沒辦法啊 啊,我就沒有起司 這個也沒辦法啊對不對 哇,各位,目前9點了 我一天賺了1000塊油吧 好爽喔 他每個都買好多東西喔 真的是 應該是沒客人了吧 看一下 OK,沒客人了 哇,我們今天其實賣的東西還真的挺多的耶 而且我發現 他到這邊就沒燈了耶 我燈是不是也要自己買啊 來看一下 欸,真的耶 燈要自己買耶 我先買一個燈看看 啊,結束營業才能買是不是 OK,那我們先結束也好 看一下今天怎樣 嗯...賺了900塊左右 還行啊 然後目前義大利命降價了 當然這不重要 我先買一下這個燈好了 聚光燈 感覺燈一定要先買耶 不然晚上會很暗 這個是... 哇哦 其實我好像也不用買耶 他這個不好對,你知道嗎 怎麼辦啊 我... 啊,這個燈不好對阿 他沒有辦法就是... 對得整齊一點嗎 這樣要整齊嗎 我不知道,再買一個好了 反正我們現在錢蠻多的 對準一下 大概... 這個角度 有嗎 好像還行耶 我不知道 隨便啦,管他的 反正有亮度就行了 欸,等一下各位 我目前等級10耶 我可以聘請一個收銀員 日清80 聘請成本100 我... 哇,我這樣一定要 付掉80塊 讓我想想看 好啦,聘一下啦 好不好 聘一個人看看 喔,他就在這邊了 今後就交給你收銀了好不好 我...希望你的效率好一點好不好 那接著我們還有一點錢嘛 我們就... 來啦,我們把所有的 產品全部都買一次 因為我現在呢 要來想辦法就是 把我貨架的東西 擺整齊一點 希望可以啦好不好 反正我就讓他... 分門別類嘛 是這樣用啦 分門別類 嗯,各位觀眾 我目前呢 把我們的產品改成這樣子喔 其實我真的還蠻希望 就是我一個貨架有沒有 就是放... 兩種產品 但我目前如果這樣搞的話 我的貨架不夠 所以... 之後再說吧 然後這邊我也還沒弄好 要擺這種東西有點麻煩 你懂嗎 我們現在就直接開電了好不好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收銀員 我們會怎麼幫我們收銀 我就會先看一下他收銀的表現如何啦 他如果表現得好的話 我們應該就可以不用收銀了對不對 欸,就是說... 收銀台我還可以繼續買對不對 一個要五百塊 這個之後...之後再說話 喔,目前呢 顧客來了 哈囉 第一個是這個穿骷髏衣的 我對他很有印象 我記得他之前... 好,我已經忘記他會買什麼 但是我對他的臉有印象 他就買了一袋麵粉耶 這個死窮鬼 趕快 他們怎麼都只買一包啊 喔呦,你看起來像個流浪漢耶 看一下效率如何 好像還行耶 我這樣... 可是這樣子我就少了那個... 自己... 點來點去的那種感覺了 我現在根本就是店長啦 我原本是個收銀員現在變店長了是不是 呵呵 我現在就是要負責啊 呃,產品快沒了有沒有 我就直接... 補個貨啊 補個貨 有沒有 直接出來這邊領一下 然後放上架 可以的 欸,而且我發現事情耶 我發現顧客... 因為我的這個... 櫃檯放在邊邊有沒有 顧客會走到右邊來排隊耶 呵呵呵 什麼鬼啊 呵 然後我想說怎麼會有顧客站在外面 原來... 原來他們還要這樣排隊喔 真的是辛苦他們了 你知道嗎 哇,然後... 說真的 請了員工之後 我覺得我就閒下來 因為補貨沒有補那麼快 你知道嗎 然後他們一定覺得 我這個店真的是 不知道怎麼開的 還要讓顧客去外面排隊 天哪 我自己都覺得很... 很對不起他們啦,各位 換個位置好了 這電腦放這邊啦 不然他們每次都要繞很遠 欸,這個收影的... 我們也轉一下好了 原本我是想說... 呃... 我... 放這邊收影有沒有 我可以...就是補貨之後 呃...就比較快啊 你懂嗎 比較快回到崗位 就不用這樣繞一圈 但是現在請的收影員 我就沒差了 我們開燈之後這邊還蠻亮的耶 而且如果我們不仔細看 其實... 看不出來我擺的是歪的啊 可以的 欸,然後我們... 顧客排隊結帳的很多啊 然後他們對我們評價又變差了 欸,然後你是怎樣 為什麼你現在站在外面 我們排隊已經... 換位子排囉 老先生 你現在是有點痴呆嗎 需不需要我幫你 他現在就站在這邊 然後疑惑說為什麼輪不到我 來來來來 最後了 來看一下啊 喔,其實還行耶 負品很少 然後我們的顧客還變多了耶 好扯喔 唯一的缺點就是我們要支付員工薪水啊 但這個沒辦法 等於我們現在錢又更多嘛 我覺得我們應該啦 是可以繼續買這個貨櫃 實現我們就是... 一排有沒有 就是產品需不放滿的感覺喔 欸,然後我發現 他這個冰箱有沒有 其實右邊這個好像比較便宜 因為右邊這個東西就是分兩邊的嘛 然後這邊只有單邊還有兩百塊 不過算啦 有時有中啦 我這樣花到六百塊耶 這樣我補貨補得了嗎 我...我不知道 唉呀不行耶各位 我放不進去耶 怎麼會這樣啊 他會...差一點啊 沒有,我發現我的貨櫃可以塞進這個柱子裡耶 OK 這樣可以塞進去就OK 不行耶 好像不可能耶 塞不了 真的是快害我強迫這麼發作了 這只能怪我的那個墊不夠大 空間不夠大 好啦沒辦法 我們只能先擺這樣子了 這個門因為沒解鎖 我們可以當他沒有門 這樣就不算卡到有沒有 然後接著就是我們想辦法把產品都擺一擺 這個又是個很麻煩的東西 OK觀眾目前呢真的是花了點時間喔 雖然有些貨架空空啦 但是因為... 就沒有辦法我沒有錢 然後呢就是我們的冰箱其實 有沒有分類得非常的不錯 那今天怎麼就可以... 營業了好不好 我跟你講今天啊 賺的錢 我就要用來把我的這個產品全部填滿 希望今天的這個客人多一點 這樣才能夠讓我把錢賺回來啊這個 嗯 總之我現在呢就是... 結帳啊有錢了有沒有 我們就直接... 來補看一下我們這個 義大利便沒了有沒有 我們就一次給他補三包 可以的 補三包 哇不對啊 我怎麼感覺... 我的職位降值啊 我從收銀員變成... 補貨員了是不是 負責補貨啊 我好希望我能夠什麼都不做就躺著... 躺著... 躺著賺錢啊 欸是說我發現我的客人只有三個耶 那他第四個會去哪裡排啊 哇他還在這個貨架了耶 啊第五個 我就穿到... 喔沒有他就站在他旁邊 沒事 我還以為他會... 他會那個... 相對位子跑到這一邊來排耶 這應該是不可能的吧 我以為他會這樣子排 還好沒有啊 說真的 嗯...各位 真的是... 花了我一點時間啊 我們總算啊 把我們的這個... 區域有沒有 商品全部擺滿了 我現在看起來是覺得非常的不錯啊 然後別問我為什麼我現在還不開燈喔 沒什麼特別的原因 就只是因為我的燈在這個地方 我不想要在那個... 營業時段... 移這個貨架啊 不知道燈又會不會出爆了 呵... 唉唷我這個貨架真是... 有點麻煩耶 來啦移一下 喔我強迫真的快發作 天啊 OK 總算是... 又結束我們... 忙碌的一天啊 哇... 顧客越來越多了 然後今天因為我一直補... 補貨的關係啊 錢沒有很多啊 現在只剩三百多塊 不過我覺得我們繼續經營 一定就是... 一天賺一千的啊 那我先看一下我們現在的目標有什麼好了 我現在自己想的話是先把倉庫擴張一下 要八百塊喔 八百塊無所謂啊 反正我今天就是先... 繼續把我的貨都補一補 然後看一下今天晚上的不能賺到八百塊 好不好 OK 總之我們... 縮時看看好不好 縮時感覺剛蠻有趣的 我們... 開啟 然後... 縮時一下 看一下我們的產品如何啊 我們就... 快速過今天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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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齒 哦 我覺得縮時到這邊已經可以了 因為我發現沒開燈超暗 還是要開個燈比較好 總之目前 不知道為什麼 請了收銀員之後 我感覺我人生變得無聊了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而且 牛奶是太貴嗎 為什麼會太貴 我覺得還好啊 雖然說我現在的確是 可以把我的標價定成市場價了 畢竟 現在不是我收銀嘛 但我還是希望能夠 賺多一點 唉唷 我剛開始 一度以為這個是不是小孩子 因為他長得超矮的 這個應該目測150左右吧 我比他高超級多有沒有 呵呵呵 不過我一看他的臉 他看起來有點像吸毒宅 我只能說 請你保重健康啊 哇他買糖欸 你買糖 你吸的是糖是不是 OK啊不管 總之今天應該是 痾 轉翻了啊 轉翻了 只是評價可能不會很高 因為我的牛奶 的確是定體有一點貴 不管啦 我們結束營業 喔兩個 才兩個覺得難貴欸 還行欸 這樣我有1000多塊 好像可以來擴張了喔 來 總之我們來買個倉庫啊 訂購 哇靠 什麼鬼 倉庫我訂購了 然後呢 我發現倉庫還有其他區域欸 倉庫我可以去嗎 為什麼是未解鎖 那不是倉庫嗎 喔倉庫在這裡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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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蛤 我買了倉庫 然後呢 什麼意思 我還要購買貨架才能夠那個欸 嘖 貨架又是什麼東西啊 貨架是這個欸 200塊 這是推車吧 可是我買了 我就不用補貨了欸 好啦沒有辦法 總之我們就 再存電錢好不好 反正就是不斷的補貨補貨 我今天一定要把那個 補貨員給請出來了 你懂嗎 好的觀眾目前在這邊 我掛了一段時間目前才到13級 你知道嗎 我現在想是不是我的產品數量不夠多元 所以說他才 長得 比較慢你知道嗎 所以我決定啊 哇靠等一下 我現在發現我可以 我可以接鎖超多東西欸 總之我們先 好先買一個啦 這樣子又多六個東西 你知道嗎 多六個東西 我不就 又要多買一些 什麼架子 什麼的 OK啦 我們再買三個架子 不對啊 我這樣好像有點白癡欸 因為他實際上 根本就不會 買到這麼多東西啊 我也不知道 總之我目前 啊 東西是真的 擺得挺多的啦 我們就一一把它放上去吧 我覺得目前 前期還挺啊 我目前覺得 產品多了之後 我擺東西開始覺得 越來越辛苦 你知道嗎 OK目前呢 東西都放得差不多了 然後就 哇 還有它的標價 我就不管了啦 我就直接標市場價 這樣子我們 練得最快嘛 因為 通常顧客就不會嫌太貴 什麼的 然後現在比較麻煩的東西 其實我 東西 呃 大部分的東西都沒擺欸 我現在是不是應該要貸款一下啊 貸款來補貨啊 稍微看一下 我貸個這個基本貸款嗎 貸750 然後 五天後 只要還 787就行 我覺得我需要貸一下款 好不好 貸一下 想不到 玩這遊戲還是需要貸款啊 這個就是我們現金周轉不來的關係 你知道嗎 就沒辦法 然後一定會有觀眾說什麼 啊這就補個貨而已 哪裡類了 你看一下我前面這些箱子 我還有一個個撿起來放 超 這個超麻煩 OK 各位 目前呢 東西補了差不多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有沒有買很多東西 45塊喔 還行 我現在就是希望他們就是 買的快樂好不好 然後 我趕緊練到食物級 我就可以請員工了 然後我說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產品 分別是什麼 你知道嗎 這個要記啊 因為價格浮動的時候 如果不知道產品是什麼的話 我會忘記調整價格 我來看一下喔 喔然後這個東西是鹽 然後 細麵 然後香米麵粉 那麵粉怎麼有兩種啊 這個 欸麵粉真的有兩種啊 兩種不同的麵粉 喔它麵粉它不同牌子 然後橄欖油 食用油 我天啊花生醬 太麻煩了吧 這個 你們知道這遊戲產品有多少嗎 我如果後面全部都要買的話 超級多欸 這些都是產品欸 然後一次會解鎖超多欸 我天啊 然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問題欸 顧客是不是變好多喔 我猜應該是貨價的問題啦 我貨價越多 然後顧客就越多 我覺得我真的已經變成一個很稱職的商店了 我真的需要再顧人了 為什麼它要放什麼等級限制啊 應該要我 我夠錢我就能顧人啊 對不對 OK 觀眾我們目前呢 又忙活一天了 看一下 38個人 但他們 每一次買的商品真的變多了 就我 直接賺1000塊有沒有 那目前 我猜啦應該再過一天吧 我應該就能 升到15級了吧 欸等一下我剛剛點了什麼東西 我剛剛點了盡早還清債務 我直接把貸款還了 付款 我沒錢了等一下 不過算啦 反正我們產品還那麼多 直接開店啦 不補了 OK 觀眾我真的是 累到快瘋掉了 原來 我們之前玩幻獸帕魯 虐帕魯 虐得很開心 現在的我們才是帕魯 這個收益員比我還要爽你知道嗎 沒有啦我猜他應該還是蠻不爽的啊 所以呢 我們現在啊 必須要再找一個 跟我們一樣不爽的人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已經15級了 我應該可以顧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 補貨員能幹嘛 總之呢要先買個這個小貨架 是不是 買個小貨架 先 喔 要營業才能買 OK OK OK啦 顧客37個 有沒有 一次都直接收入1000多 好啦不管啦 總之我們應該可以補了對不對 呃這個 小貨架我們先買 然後他就會在外面 阿貨架可以幹嘛 他這個貨架應該是放那個倉庫的 貨架放倉庫 OK 然後呢 我要怎麼補貨阿 不知道 總之先聘請一下好不好 日薪90 聘請成本100 我們聘一下 然後他 應該 你就在這裡是不是 那我們是不是要把倉庫 都放在這邊來 應該說要把我們的 我也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會補或是 要怎樣補 是要放在這邊 他才會幫我補是嗎 不然這樣子阿 我們全產品都先 先各買一個 然後看他會怎麼補 然後我直接沒錢阿 我整個說阿 希望你是有用的人好不好 我們直接open 其實你應該要幫我補貨對不對 為什麼你不補貨呢 喔他會補欸 他就把他帶走欸 OK 我是要關起來才能補是不是 哎呀這個 這個怎麼那麼麻煩阿 我懂了啦 我懂了 我天阿 我好想辦法把貨物放在這邊欸 那他才幫我補欸 太扯了吧 不過他補貨好像蠻快的喔 感覺 有沒有 他就這樣子搬進來 然後呢 看一下 喔他其實搬蠻快的欸 他速度是不錯啦 我覺得 現在比較麻煩的是我這邊有沒有 沒有那個貨架阿 就沒辦法補貨 一個貨架還不夠阿 一個貨架只能補 八個東西欸 阿我那邊目前有十八個產品欸 我至少還要 買兩個貨架 你知道嗎 不過也行啦 好不好 反正我們目前就 先存錢 不對 這個時候呢 就必須要用 用到我們的貸款了對不對 我們這個時候就必須貸款 好不好 先讓我貸一下 然後 我再用這個貸款有沒有 直接買 多買一些貨架 再買兩個 不錯不錯不錯 不錯 總之目前這個地方可以放三個貨架 大概 那我們就可以 東西都放一下 然後他有缺他就會自動去拿 欸阿這樣子我買的新的產品呢 會是怎樣 我在 反正我還有一點錢嘛 我就產品再各 各買一個 欸不對阿 我請的這個員工是不是神經有問題阿 他現在給我在貨會這邊發呆 完蛋了 終於是他在這邊還會卡住我 要放著這個貨架 天阿 我受不了 這個遊戲玩到現在 已經有點類似一個災難了 你知道嗎 阿不對阿 阿結果我還是要來運貨阿 我還是要把貨 放進來這裡面阿 這樣會比較賺嗎 然後我目前就覺得他還阿 我可以不用指望他會捕獲 他現在就是個廢物了你知道嗎 他就拿著這個箱子 然後不屌我阿 把你的箱子放下 我只能說我這裡客人已經很多了 但是我現在快發瘋了 真的是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阿 好啦 我們現在就是 反正錢還蠻多的嗎 不對阿 我錢不夠多 我連要擴張這個倉庫都不行 好吧我現在是個窮鬼 總之不管怎麼說 這遊戲還是可以玩阿 只是我的強迫症 讓我覺得很不滿 唉 營業 結束營業吧 這樣子就能讓他正常一點了 是不是 我的收入又變更高了 欸 然後你 為什麼 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 你還在這邊抽搐嗎 喔 他終於正常了 那他就把我這一箱放在這裡 好啦 我希望他之後正常點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差不多先到這 如果觀眾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那有什麼心理的話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一讓我再多下 Tucker 巴黎 激 是 黃 needed